嗨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明光美银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波比的游戏时间 之前有说过波比的游戏时间已经出了手机版 那么是正版 我就赶紧去下载了一个 没有想到我进入到这个游戏之后 我才发现啊 我被骗了 那怎么办呢 当然是玩一下了 那到半年游戏有什么坏心思呢 对吧 所以进入游戏我试玩了一下第1 2 3关 然后我发现这个游戏非常的烂 然后就准备吐槽一下 谁知道我在玩第4关的时候 我才发现这个游戏居然还有点不错 好 那么就推荐给大家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不太喜欢的话呢 请用三连来谴责我表达你们的分开 好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进入游戏看一下 进入游戏之后 见面非常的简单 一个投票 一个开始游戏 还有一个就是设置 那么进入设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声音的设置 还有一个显示效果的设置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出显示效果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直接开始游戏 这边游戏是一个关卡模式 因为是模组已经解锁的原因 所以我们不用一关一关的打可以直接选择任意的关卡进行挑战 不过我还是从第一章节第一关卡开始游戏 那么在这第一关卡中进入之后会提示我需要找到一把钥匙 并且在时间结束之前然后逃离这个房间 这边给大家说一下它第一个关卡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找一把钥匙 而且钥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示 但是这边我得说一下游戏对模拟器的支持非常的糟糕 我在使用虚拟按键的时候只能够向前移动 游戏现在对模拟器的支持真的都是非常的难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能修复一下 这边我用鼠标进行方向的移动的话也是很糟糕 我必须按住鼠标的左键然后拖动到模拟器的边框外才能够向后移动 所以最终我就确定了这个游戏 我好像就是很难通关的样子 那么也是我玩到第四关 觉得已经超出能力范围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这个说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游戏的一个基础设定 当到了一定的实现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穿着血衣的怪物来追击你 当然这个穿血衣的怪物 目前来看它移动的一个速度是非常慢的 在我们初期的游戏当中是完全不用去担心它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是进入到第二关 第二关的话需要找到200钥匙 然后钥匙你一看还在原样的位置 一样的配方一样熟悉的味道 然后另外的钥匙也是有非常醒目的一个标志 你会以为这个游戏真的非常简单 那么按这个道理再推论下去的话 是不是到了第三关的时候我们就要找300钥匙 然后还是同样的位置继续找的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 这样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第三关看一下 大家不要看第三关的一个通关提示 跟我们之前推测的是一样 第三关找300钥匙 而且第一把钥匙还是在原样的位置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游戏的一个游戏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已经开始 需要寻找其他的房间去找到钥匙了 而且这边一些怎么说呢 一些提示的话给我们的一些错误引力也会越来越多 比方说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走廊 墙上有一个要我们回头的一个指示 但实际上钥匙就在尽头 如果我们直接看墙上的一个指示 为了赶时间的 这边我要说一下 我们左边有一个时间的指示 好像就是5分钟的时间需要找到所有的钥匙 大家想一下我们现在是找300钥匙 所以说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如果找18钥匙呢 对不对 找18钥匙的话 5分钟可能时间就不够 而且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地图就是这么大 当我们进入第四关之后 你们就会发现 这个地图居然还有无限扩大的可能 另外一点 游戏中最可怕的一点事情 就是当你受到干扰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会导致你一个通关的失败 本期视频的重点来了 前面说了那么多枯燥无味干燥的功力 教程实际上游戏的真正精彩的地方 在第四章才开始 而且我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才完成了路子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小手 对吧 在这只小手的干扰下 我本身就因为模拟器无法进行正常操作 所以很难受 那么现在我们要找到第四把钥匙 结果就在小手的干扰下 加上模拟器的不配合 我这边想找一把钥匙都是非常的难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说一下结论 这个游戏跟波比的游戏时间实际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家不要被骗了 不过如果你看到我前面那么枯燥的解说 攻略 但是你也是特别喜欢这类型的游戏的话 你还是可以玩的 因为游戏到第四章开始的时候 就整个感觉都不一样了 恐怖的音效以及游戏的难度 都有了这个 几何级数的提升 另外我推荐的话 如果你实在是想挑战更高难度的话 你直接从第十章玩起 那一个章节就可以让你体验到一个恐怖游戏的快乐 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明光美 如果你喜欢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